我知道这些事情预先多想一点 可以帮助你多少做一点心理准备 但是为了心理准备而过度的胡思乱想 那你不就是为自己没事找事吗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自己被自己吓死的好吗 你有订阅new新闻的YouTube吗 赶快来按赞分享 打开你的小铃铛哦 欢迎来到奥修产卡解读时间 我们今天要解读的主题是 我最近的生活电量有多少呢 最近疫情的期间 好像同事之间的沟通也有一点点隔阂 毕竟见不到面比较多 那情人之间是不是也有人在吵分手呢 大眼瞪小眼看久了都会心烦意乱 生活也跟着大乱了 心情愈足吗 觉得不安心吗 是不是有点累了呢 我们来看一下生活电量有多少 就知道我们要怎么样去应对了 请大家跟着我深呼吸 很好 把你的注意力集中在心脏的周围 我们这边有四张牌 一 二 三 四 打开你的心 跟着你的直觉 我们来选一张牌 选好了吗 我们要开始咯 先来看第一张牌 这张牌叫做手才弩 就知道这张牌的你 生活电量其实有90% 很满的 但是为什么你觉得还是累累的 因为你把自己的精神都花在别的地方了 比如说工作太忙了 人际关系有点伤脑筋了 另外一半是不是对你不好了 这些都会让你觉得有点不安心 有点挫折感 有点心烦气躁的 其实这些都是表面现象 你的电力还是很十足的 你有很多事情想要处理 问问自己是不是呢 想留一点时间给你自己 这才是你心里面真正的声音 不知道你有没有听到 鼓励自己去做一些喜欢的事 只要你喜欢就赶快去做 这样可以帮助你养精蓄锐 把心里面这些能量 把生活里面的能量给它聚集起来 不要被别人影响而发散到 这里要注意一点 如果你很有力气 但是把力气都花在空想 自己吓自己也好 做白日梦也好 这样对你没有什么好处 把自己的生活抓回来 去做一点很实际的事情 甚至就是一些打扫 断舍离一样的小事情 都可以帮助你保持电量 精神满满 我们来看第二张牌 这张牌叫做游戏的精 抽到这张牌的你 生活电量有60% 我知道你最近的累是真的累 身体的疲累 感觉一下你的肩膀是不是很紧 感觉一下你的腰是不是有点酸 屁股也觉得酸酸的 脚也觉得肿肿脏脏脏的 手是不是有点拿东西的时候 不小心就会掉下来呢 对了你就是身体累了 是真的累 但是我知道 你觉得这一切都值得 很多事情还是热情满满 想要把它做到好 尽善尽美 这种心情我能体会 但是啊 继续打拼的同时 是不是专心下来为自己的身体 做一点疗愈 做一点放松呢 把身体和精神之间平衡好 你可以做的事情可以更多 这要注意的一点就是不要被别人影响了 有时候精神满满身体很累 很可能是把别人的事情精神满满的做好 然后带着身体很累的那种心情来再做自己的事 那真的会把你的身体和精神都拖垮了 不要被别人影响 先专心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再说吧 我们来看第三张牌 这张牌呢 叫做和谐 抽到这张牌的你 是不是累了呢 你只有10%的生活电量哦 现在你有一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感觉 我想做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想要跟好朋友聊一下 也想要把工作重新规划一下 家里面也想要整理一下 哇 这么多事情 可是我一点力气都没有 只能躺在沙发上在那边吠一下 嗯 我跟你说哦 这种类叫做心累 你不如趁自己累的时候 好好的沉淀一下 这种沉淀呢 千万不要用眼睛 不要用耳朵 好像我身体累 那我是不是可以看个剧啊 或者是看个什么工作分析报表啊 听一下有声书啊 都不要 让你的五官都亲近一下 好好的把心跳给它恢复一下 那在这里慢慢的沉淀之后呢 你就会发现 我这么没有力气 是因为我想要做的事情太多 每一件事情看起来都很重要 但事实并不是如此哦 这里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分清对你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 把它先做完 后面的事情慢慢的拉长时间去处理 这样才不会过度的去透支自己的心力和体力哦 我们来看下一张牌 这张牌叫做了解 抽到这张牌的你呢 生活电量有40% 最近你的胡思乱想真的是太多了 在焦虑什么呢 在算钱吗 还是在算未来的工作要怎么样持续做呢 或者投资人是不是在想什么 他会不会放弃我呢 还有爱你的那个人 最近他好像心情不太好 很容易跟我找茬 是不是我们快要分手了呢 我知道这些事情预先多想一点 可以帮助你多少做一点心理准备 但是为了心理准备而过度的胡思乱想 那你不就是为自己没事找事吗 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自己被自己吓死的好吗 在这个时候 你要鼓励和提醒自己去做身边 真正需要你去执行的事 比如说你害怕客户跑掉 那你就去跟客户多联络感情啊 如果你害怕另外一半弃你而去 那你为什么不去问问另外一半 他是什么样的心情 我要怎么样跟你互相应对 才能免除这种交流上的隔阂呢 总之你害怕什么 然后拿出你的勇气 把这件事情去完成 在这里要注意一下哦 虽然我要鼓励你赶快去行动 但是要记得先规划想清楚再来行动哦 毕竟心乱行动就会乱 如果用乱乱的心态去做事 那很可能会吃力不讨好 只要在这个小地方注意一点点就OK 其实平常我们的生活电量 就会因为当下发生的事情和心境不同 而产生不同的变化 并不是疫情期间我们最辛苦最难以有出口 而是当你疫情期间外界的事情慢慢的变少 跟自己相处的时间慢慢变多之后 你会发现 我心里面那么多的声音都出现了 我要怎么样去跟这些声音相处 我怎么样去筛选这些声音里面 哪些是对我有利的 哪些是对我不利的呢 这才是我们正在训练和修炼的功课哦 如果你有发现这一点 那么现在所有的状况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你的生活电量是多少呢 我们一起加油吧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想要跟我们一起讨论 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我们有机会就会拿出来 一起跟大家聊一聊哦 下集见了 拜拜